作词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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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面第31章 第27节 他观察家母 并不吃闲饭 所以没有例外我们个人都要杀众 我们个人都要对这个信仰是极之认真 我们都要管理好自己的家庭 然后我们去管理整个家 而如果我们管理的家庭不行 证明我们明明是个游戏 身为日华的我 我告诉你 在这个游戏当中显出 你不是真正心意更新了 你要心意更新了 如果不是 你的信仰的奖赏是有限的 你用成就去代替了性格上真正的心意更新 这是危险的 明白吗 真正的心意更新的人其实是永不跌倒的 因为圣经说 不是在神的面前很多成就的人永不跌倒 不是 是在神的面前多结果子的人才永不跌倒 明白吗 多结果子 怎样才能多结果子 就是心意更新 就是你的性格上的真真正正的改变 所以你看到比特后书第一章的时候 第八至第十一节 就是我们曾经在家庭和主日都分享过 就是说 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 就必是你们再认识我主 耶稣基督上不至于行难不结果子 怎样才知道那个人是行难不结果子 很多时候是熟灵二代 就是行难不结果子 很多时候是觉得自己是例外的行难不结果子 那些自己信仰不认真的就是行难不结果子 人若没有者几样就是 黑眼核子看见近处的亡了 他旧有罪得以结症了 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因人 使你们所蒙的因照和简选坚定不移 你们若行者几样就是永不失脚 明明是那些多结果子的人是永不失脚的 所以如果你未心意更新 我们会轻看这种 你心意更新的话你就会重看这种东西 所以譬如像我的儿子 他从三岁开始设计分了的时候 我就已经要他结出不同的果子 因为我知道平衡了他长大的时候 他会经历到很多神的真实 很多好处 因为这是我为父的责任 但我心意更新之后 我永远会见会一样东西 会一件事 我就算在街边见一只动物 或者见一只乞丐 我第一个反应就是穿过圣经的理解 他知道我现在应该以什么态度 以什么眼神 以什么做法去面对这件事 我去一次旅行 上一次车见一个陌生的人 我也是如此 何况见到我儿子 每天见着他 明白吗 怎可能有人十几十年 都完全不用圣经的方法 去管理自己的家庭 明白吗 我问回来了 就不是没有生命跟身 因为在自己家里没有网管 但是在自己的家庭当中 我就是这样做 我会帮我儿子 他很小时已经是结果子 很小时已经懂得动用他的 他自己结果子的机能 因为都是他自己能够做的范围 我主人不是没教过的 我教得很清楚 所以我自己做回 教他 让他能够播结果子 所以他自己能够成长当中 他自己亲身体验到 我教他各样的果子 导致他在他朋友圈子 他自己长大的圈子当中 他收回了这些果子 他收回能够成为领袖的果子 收回能够杀出的 在人眼前蒙恩的果子 这些是果子来的 这些明明我们不能够 你懂得教弟兄姊妹 但不懂得教自己的子女 但是问题没理由 你回石安的时候 你不会教自己的子女 因为日华牧师 已经在广道当中分享过 除非你睡觉 或者你听了之后 忘记了 到你家里没有网管 你才放在你家里 所以很小时 我已经教他 关于责任 关于信仰上应该有的 榜样 每一样都是为了 不是要他在人面前 做得很好看 因为你说的儿子 不是的 是告诉他 真的要认真对待这个信仰 因为他自己 不是他没见过 他爸爸认真对待信仰 但他不会投诉 他不会投诉 他不会投诉 你看着他成长 而事实上 教我的儿子 我已经奠定了 对教会电影姐妹的概念 我不是说 全部给他很多时间 我很多东西教他 不是说 冤枉他 说完又说 不是的 我儿子很小 我说他几岁的时候 已经知道一样东西 爸爸的游戏规则 就是 爸爸教他的游戏规则 就是 说一次再听 我说一次他就要听 我说一次他就要记得 我说一次他就要记得 明白 明白 因为他一出生 他就一定要听我 只不在那个过程当中 慢慢了解我 佩服我 知道这个爸爸真的为他好 了解我的动机 这样而已 二几多 二一百倍 直成是绝对一百倍都不止 因为搞一间教会 尤其是香港的 怀疑心重 而事实上 就真的个个都懂得 保护自己 聪明 你不能在面前装架 所以你千万别想 回到石安 是这样的 又说你二而已 搞一间教会是这样的 是吗 你找第二间教会 能够像石安那种尊重 这种同心 你找第二间教会 先说二的话 明白吗 你说二你多骄傲 你知不知 不是二的 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不单止是这样 你要自己做到 你轻看这件事 你又做不到 那你配得吗 你配得说二吗 是吧 所以变成 不是我做是二 我是做一些超乎常人 能够做到的事 所以你都要效法这件事 因为如果不是这样 你怎样做五尽即是 你怎样开始侍奉 不是我说的 是大摩太前书说的 你怎样开始侍奉 你怎样开始能够 真心真意的侍奉 你都未心意更新 那你怎样去帮人 心意更新 你怎样帮人 能够彻底心意更新 你牧师 所以我能够彻底的心意更新 你知不知道 所以变成 在提摩太前书第三章 才说这一段说话 是不是 这个是当时 保罗被提摩太 叫他选择教会的 这些领袖 就塑造它变成五尽即是 所以变成 其实现在 为什么我说五尽即是 一定要将这个 因为这个是最低标准 在你家当中 你当是一个 游戏 你有没有按着 游戏规则做呢 针缘第三章 第一章 第二十七节 他观察家母 并不吃咸饭 有没有按 祈求恨主这口 与我靠等 我仍不举双手 献上之针 头上的听听答案 拆愿我收 祝我献敬白与主 永远靠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